Hello 大家好 我是桌球菜鸟 我最近开始了一个新的露营的节目叫做菜鸟出任务 在这个任务里面呢 我会走访台湾各地 去拜访各地的资深玩家 或者是 不管是收藏量很多的玩家 或者是 收藏有特别的方面的桌游的玩家 比如说特别只收日式桌游啊 或特别只收某一种主题的游戏啊等等这样的玩家 只要 你觉得这个玩家有特色 他都是我采访的对象 那我会 到这个玩家家里在真的他同意的状况下呢 拍摄他家里的收藏 让他跟大家分享他的游戏 那甚至呢 也跟我做一个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聊天一起分享 他对于这个他在收藏的桌游的想法 那么我在这个节目正式开始前呢 其实我已经拜访了 台中一位 桃园一位都是 在台湾 很有盛名的这个桌游收藏家 那我接下来呢 正式的向大家发出邀请 如果您知道你的身边有这样的玩家 那就是收藏非常多桌游 或者对桌游很有热情 或者是 他收藏了很特定的桌游的玩家很有特色的 麻烦 你在留言留下来 Tag他 告诉他有这样的事情 告诉他 菜鸟正在找他像这样的人 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然后让更多的玩家知道说 原来 台湾有 非常多很有特色的玩家 能够认识 甚至能够交流 甚至可以分享很多关于当年桌游圈的一些新闻 或者是分享他 别的国家 特别的桌游的感受 那这是我一直很希望的 我会在这一个文章下面办抽奖 所以你不但 推荐了他 在留言Tag他 推荐了他 你还可以参加抽奖 我将很大方的送出桌游菜鸟赛塔 而且是全套套件 含三个真高组 市价价值将近1000块 所以呢 不要怀疑了 看到这样这么好的朋友 赶快Tag他 然后在留言让我认识他 让我可以跟他约访问 我是桌游菜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